我是我们的主持人 我们今天是大家非常期待已久的一场会 我的名字叫Eliot 在北京的夏教育会举办之前 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刚才已经跟我的嘉宾 进行了一番的对话 我想看到现在有多少人都在期待着 中国的奥运会到北京来参加夏教育会 如果你们大家真能来的话 或者从电视上看的话 或者在互联网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体验到奥运会 我们今天要讲一些有关奥运会的一些主题 我们中国北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奥运会的运动等等 有关的一些有关的问题 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些专家和一些专门的人士 给大家介绍四位讲演嘉宾 首先呢 我们看了都是谁啊 在最右边那个呢 我想不用介绍了 Maris Levy 她是这个我们法国Publis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她是一个主要的法国的一个著名的广告公司 下面她旁边这边呢 也是可能你们现在下面有叫David Lee 她是中国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来自清华大学的一位先生 她好像坐的位置稍微不太对 她是一位经济学家 是清华大学的经济学者 而且呢在哈佛大学曾经学习过 再往她David的旁边呢 是Brigo 她是这个法国的Atos Origin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也是来自法国的 她的公司呢是一个非常这个著名的公司 她们做了很多的这个IT方面的这种后期保障办法的公司 我的最右 我的右边是潘刚先生 她是这个内蒙古伊利工业集团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她实际上是中国的非常著名的赞助奥运会的赞助商之一的公司的一位代表 首先我想请David Lee和潘刚先生先提两个问题 如果我们一开始呢这样向他们提问题可能是更好 来开始我们的讨论 应该先让中国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来谈一谈他们的这个观点 我想向他们做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启动我们的对话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奥运会对中国来讲 对中国人的这个头脑中意味着什么 是一个体育盛世呢 还是一个是把中国作为一种世界经济强固的形象 重新提升出来呢 还是作为一种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工具 为提升北京的形象 这是中国人怎么来考虑奥运会 怎么想奥运会呢 向David请你先开始 好 这个问题太好了 坦率来讲呢 中国是一个大国 现在很难以呢 讲一个统一个问题 大家有什么共识的问题 我想说在奥运会这个问题上呢 一般来讲呢 有两种看法 大街上的普通老百姓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 这个重要的赛事 它可以展示中国的经济发展 和过去三十年中的开放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展现中国的一个时机 或者一个事件 同时呢 对那些决策者 在政府中的 还中央政府的决策者来讲呢 他们认为不仅仅能够向世界介绍 中国回到了世界的舞台上 同时也是这么一个赛事 是一种承诺 中国做出了承诺 将继续朝着经济发展的路上 和开放的路上走过去 同时也是政府的一种手段 进一步的推进改革 搞一些政治的改革 潘刚先生 伊利集团是中国乳品行业 唯一一家为奥运会提供乳制品的企业 那么我们能够成为 为奥运会提供乳制品的企业 可以说呢 是经过了澳洲委非常严格的 这个评选考核 那么也可以说呢 说伊利代表了中国乳品的 最高的一个品质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过去呢 说我们一谈奥运会啊 大家更多的可能就想到是金牌 那么我们中国拿了多少块金牌 或者谁是拿到第一块金牌 那么现在呢 就是在我来达沃斯之前 就参加这个夏季达沃斯论坛之前 我是在北京 我在北京电视台呢 看到了一个这个电视台在采访一个出租车司机 那么叫董事成的这样的一个司机 那么他为了迎接奥运呢 在特普的在学习英语 英语水平非常高 那么通过他的服务 通过他的外语的水平 那么他已经和200多位在北京的外国的朋友 建立了非常好的这个交往和合作 那么甚至有一些外交官都要包他的出租车 那么同时呢 他在业余时间呢 他还要教他的这个一个车队的很多他的队友来学习外语 而且北京的很多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朋友啊 车上都放出一个外语的一个小车子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来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奥运会来到中国呢 不仅在影响着中国城市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 同时呢 也对整个中国人的素质 国民的素质是一个全面的提升 就是说出租车司机 包括我们各行各业的人士 大家都在因为奥运而改变 在我向你提问题之前 我刚才跟你谈了话 我还没有意识到 这些奥运会呢 是非常复杂的一次赛事 这是和其他你所赞助的一些 或者是支持的一些会员 跟我们介绍一下多复杂这个会 让大家都体会一下 这个会是怎么的难以组织 首先呢 作为一届公司呢 我们已经呢 赞助了 支持了三个这个奥运会 盐湖城 我们还有三个奥运会 要支持一个北京呢 还有下面是温哥河的 东西奥运会 这是2010年的 还有伦敦奥运会 这是2012年 我们都要赞助和支持 我们已经去年赢得了 这个招标的合同 这是在新加坡赢得的合同 我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 这个奥运会中我们做什么 我们管理所有的 就是2000多人的这个注册活动 我们是这个 我们这个奥运会的内部的IT支持商 例如这个奥运会 要雇佣支援人员 管这些支援人员 在北京管都是我们管 我们认为大概好像是6万多 或者7万多志愿者 志愿者呢将在北京 在支持奥运会 一般情况下呢 过去几奥运会都是5万多志愿者 同时我们还管理着 这个赛事的结果 这个呢将会转播的 实时转播给世界其他各国 为这么做的话呢 我们部署了一个网络 一万个电脑 数万个服务器 还有很多打印机 完全都是联系起来的 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难呢 就是IT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一切都是随时做好准备 北京奥运会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这个8月8号开始 2008年8月8号 8点整开始 8点钟如果说 我不能这个 找到奥运会主席说 没准备好 这个不行 绝对不能有这种借口 因此一切准备好 因此我们要做的工作 一般是提前四年就得做好准备 我们有一个团队呢 已经到中国 过去四年中一直在努力工作 在开始之前呢 第一年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做个准备 我们要搞一个测试会 我们要实时的一些 这个比赛的一个测试 来验证一切都是到位的 也就是一年之前 我们把所有的部署呢 都要准备好 也不能再开发其他东西了 每一个不同的运动会 都是不一样的 北京的这次奥运会呢 和以前不一样 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 首先 语言就不同 在游义上 大家就知道 有三种语言 英语 法文 还有这个本国的东道国的语言 同时呢 我们将会 还有另外的困难 就是呢 这些竞赛呢 要在几个不同地点来举行 香港 飞三个半小时来到青岛 北京 加起来呢 可能将有七个不同的赛点 赛场 我们这个组委会呢 必须要做好准备 每个不同的赛场的服务呢 要有同等质量 通讯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 通讯 我可以这么说 今天跟你们这么说 在测试赛之后 我们认为 我们呢 一切都是按照章办事 非常的按点 非常的准时 非常的 好 但是还有一个额外的困难 就是 作为一个这个 全球的系统集中商 我们要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 其中包括三星公司呀 搞一些这个实时的录像 还有当地的一些电信公司 电信运营商要合作 还有澳组委 要进行合作 因为澳组委副总责 同时呢 还有国际奥委会 要进行合作 我们要这样做 要对很多人呢 这个都要这个发生 发挥我们的作用 还不能相互影响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赛事 而且我们的各个不同的团队 大家非常热情高 如果出现困难 肯定会出现困难 每天就会出现困难 我们现在呢 公众看不见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呢 惊讶的是呢 就是每一个人 我们团队中每一个人 都在努力的解决困难 这太好了 太了不起了 Morris 你能不能很快的跟我们 我想再接着你这个问题呢 再向Bernard提一个问题 让我们做好准备啊 你说的这个 有20万次注册 你能不能跟我们解开 到底都哪些人 这是20万人 都是什么人啊 我们是叫奥林匹克大家庭 我们把它称之为 在奥运会期间呢 一般呢 有夏季奥运会 就有这个一万名运动员 还有两万五千名的记者 还有很多的电视频道 可能超过220多家电视台 其他的人呢 都是那些人 什么人呢 就是运动员 一个运动员呢 可能他会有20多个支持员呢 教练呀 教练呀 医生啊 甚至是崔氏员 这是保障员 我们还有很多人 没有明确的角色和功能 要办法 或者说是打气的人啊 Morris 你很快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 在企业界 世界企业界 各国外国公司怎么看 你们是不是把它看成一个巨大的商机 来做品牌推荐啊 把产品的信息呢 在全世界呢 在推广 是不是这意思呢 在此之前呢 我先谈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澳洲委 就像班纳特和我本人 我们这些公司呢 我们对奥运会来讲呢 都是一些专家 我也 我们现在法国有很多的 这个球迷啊 或者是体育迷 将会到这个中国去 可能你选我呢 作为这个 这个嘉宾 作为一个伦敦人呢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我想避免不要犯一个错误啊 我非常尊重你 你刚才开的玩笑呢 是一个错误的玩笑 我们应该有两个不同的这种观点 一个呢是 现在中国的形势 在中国的中国的情况 我们的客户呢 有些是本地的客户 有些是国际的客户 这个问题 我们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 这是一个新的层面的这种体验 是吧 这跟过去压点呢 是不一样 跟阿特兰大 澳洲委会的情况也不一样 这次的比赛呢 是一个 一个全国的赛事 但是这个赛事的影响呢 大大超出了体育的这个界限 实际上 这个奥运会呢 可以宣传一个国家 人民对此感到非常的自豪 在过去两天中呢 他们都想这个做了实验 看看在电视上能看到什么样东西 实际上呢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节目 多介绍奥运会 大家都在谈这个奥运会啊 在奥运会举办的前一年 我们都要做很多这样的工作 我想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赛事 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看到 以前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奥运会举办的一个特点 另外我想说 在中国的所有的我们的客户呢 都想参与到奥运会中 有些是直接参与了奥运会 他们 他们使用那些图标 标志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东西 这些人呢 做了很多的投资 还有一些人呢 他们 不可能 也没有这种可能性 来作为奥运会的赞助商 他们是围绕着奥运会 来开展自己的工作 我给大家这样一个事情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就是在我们这个公司 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 每一个客户 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客户 开了一个介绍会 主要是围绕着奥运会 我们公司呢 为我们的客户呢 员工做了一个这个 说明会 因为我们的人非常有创新性 在会上给大家介绍 你们也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你们应该有这种 这种动力 有这种热情 来集中参与到奥运会中 这是对中国来讲 我们做的工作 当你在中国之外 我们要搞不同的一种方法 是非常这个理性的做法 我们怎么做呢 如果要看比赛的一些人 是什么样的人看 他们怎么来看比赛 我们注意到 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呢 我们可能会看到 有些各种不同的人 看不同的赛事 有些人可能是从这个互联网上 来看比赛 因此我们现在开发了 很多的这种计划 是通过手机来直接获得 奥运会的一些信息 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技术 将会和亚点奥运会不一样 这已经比亚点奥运会 使用的技术了 更近了一步 如果大家再看一看 投资的这个角度 我们今天所掌握的信息呢 是 它可能会 0.8到1% 的投资增长 就是从增长来 比亚点奥运会呢 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要增加投资 0.8到1% 另外呢 我们可能会有 20%到25%的客户呢 都会把自己的重点呢 放在奥运会上 因此我想说 总体来讲 规模是很大的 我想说呢 确实呢 非常的惊讶 这个奥运会呢 将会在任何方面 都是非常大的量 到三年前呢 我来到了北京 这是夏天 好像2004年的时候呢 我呢当时见了一些 参与奥运会的一些人 他们跟我说 你考一考 这个25000记者的话呢 他就说 这个记者期待着什么 记者希望呢 奥运会有什么 我觉得非常简单 他们希望能够乐意了 有高兴 他们考虑到这个巴塞罗纳 悉尼奥运会 确实呢 他们在那过得 非常的愉快 很开心 作为一个官员呢 他们好像是比较担心 是吗 他们就是想开心啊 当时官员好像担心 因此呢 我就提这个问题 想向潘刚想提个问题 向David提个问题 中国是不是做好了准备 让很多的人到这儿来呢 到北京来呢 而且希望在北京乐一乐 这些人做好准备没有 你也不知道他要上哪儿去 怎么花时间 交谋时间 晚上怎么过 他们就是呢 想呢 希望能够像这个巴塞罗纳 在92年悉尼呢 02年他们过得一样愉快 北京是不是做好准备 让这些人来北京 来乐一乐呢 David你先说 我认为呢 这是一个建立信息的流程 过程 因为整个这个 奥运会开始前 我们要非常的开放 在过去的三年 我们所看到呢 是逐渐的有这么一个 很多的公司啊 中国的政府啊 地方和公共政府呢 不断的树立自己的信息 我觉得开始 大家有一些担心 各种不同的问题 就是围绕着奥运会的问题 例如信息开放的问题 我觉得在过去几年中呢 有这么一个逐渐的趋势 现在中国不断的开放 让越来越多的 直接的对赛事的报道 允许越来越多的赛事的直接的开放 打交道的信息 和解决其他问题的 因此我觉得呢 非常有信心 范军刚先生 谢谢你发言 就是北京奥运呢 实际是一个全民的奥运 就是我们不仅是国家在服务 交通各方面的都做好准备 那么各行各业的人 就是都在参与 那么就从这个 我们是做乳业的 那么乳业就说 你应该为北京奥运 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那么实际从北京一申请奥运 取得这个奥运的承办权 一成功之后 那么作为乳品行业的这个 龙头企业 领导企业 那么我们就 已经树立一个责任 就是要为 来到北京参加奥运的 世界各国的这种体育精英 各界人士 要提供你最好的乳制品 那么我们在企业内部呢 无论从管理 在品质 在创新 产品研发方面呢 实际已经做了 全面的一个提升 那么我们经过几年的时间 实际呢就是 在中国呀 很多这个消费者呢 是不能喝牛奶的 虽然牛奶是世界公认的 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食品 那么我们亚洲人口 包括中国人 有百分之七八十是 都不能喝牛奶 那么喝了牛奶之后呢 它会出现这个 腐胀呀 或者不舒服这种感觉 实际呢是叫乳藏不耐症 那么伊利基团呢 经过这几年时间的 大力的一个投入 我们开发出营养书化奶 那么它的解决率 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六 这样呢 就是说实际通过这种 技术的创新 我们为北京奥运 也是在做贡献 就是说给消费者提供 最优质的产品 包括我们推出的 这个叫经典系列牛奶 也是专门为奥运会 来开发研制的 那么这款产品呢 也代表了世界最高的 最好的一个水平 那么同时呢 就是说为准备迎接奥运 我们需要的就是 企业不仅要为消费者 提供好的产品 在这个身体素质上 包括为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 朋友们提供最好的产品 同时呢 我们还要倡导一种精神 要传播奥运 那么我们在全国也开展了 大型的这个叫 奥运健康中国型的活动 就是说要把奥运这种理念 这种精神 全民健康的这种意识和精神 要带到全国的各个城市 各个社区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在中国已经 开展了 浮盖了六百区 up till now we have covered we have toured 660 cities in China and have organized numerous health campaigns in China's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我觉得这也是 我们要衡量一下 这个政策制定过程当中的成本 和效益 以前呢 政府官员只是在认为 许多好的事情呢 它成本太高 比方说要控制堵车的问题 减少北京的空气污染 这非常困难 要花很长时间 要花很多钱 在奥运会之前呢 政府是做出这样一个承诺 就是要减少北京的堵车问题 要我们实施了这个单号 分单双号的这个交通管制措施 这样减少一半的车辆上路 这样这个效果呢 非常不错 成本呢 也不是非常高 这样的话 北京政府呢 就是非常有信息 愿意推出更多的政策措施 我觉得我这里要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已经明白了 您刚才讲的所有这些问题 要进行环境方面的治理 街道上呢 要解决堵车问题 那么你想到 到奥运会的时候 有成千上万的人 走上北京的街头 有许多不可预见的事情会发生 以前呢 在几前几家奥运会上 我们也看到一些 看到一些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 北京是有一些 不可预见的因素会发生 那我觉得 北京政府是不是做好了准备 比方说我们 为这个记者做好了准备呢 我们可以应对一些 不可预见的因素 比方说一个 比方说他们可以在 运动员在赛场上 突然衣服把它脱掉 什么的 记者呀 突然要进行采访啊 那你想过没有 世界上各个国家 来自成千上万的人 突然来到北京 你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我的回答就是 我们的主办方呢 主办机构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 可能会发生的情景 还是做好了准备 在技术方面 我可以这样告诉你 我们在跟合作伙伴呢 一起努力 现在我们是研究了700多种不同的情景 而且我们看起来 每一个赛事呢 我们都可以增加 我们都会想出新的不同的情景 然后在这些不同情景下 我们应该怎么办 怎么应对 所以我想我们是想这个使得这个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呢 还有这个整个进展呢 变得更加的有可预见性 而且我们在未来呢 是会一直做好努力 一直在做准备 我个人是坚信 一旦我们一个国家主办奥运会的时候呢 这个国家非常骄傲 非常荣幸 对于当国这个国家的政府啊 对于人民来说都是很大的激励 他们愿意不懈努力的把这个奥运会做好 而且我也看到以前呢 大家都做得非常好 比方说在雅典奥运会的时候 如果你去过雅典奥运会 参加过雅典奥运会的话 你就会看到 街道上这个堵车问题根本不存在 没有什么堵车的现象发生 我觉得可能在北京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还要讲一点 就是在我看来 对于中国来说主办奥运会呢 还有非常非常好的好处 比方说第一点就是人员 这样的话 有了更多的人员 有这么多的人才就可以更多的挖掘中国的人才效应 而且我们在奥运会的这个环境下呢 各个主办各个方面呢 一起合作 而且同时还有国际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员呢 来到中国就可以使得中国人民呢 真正的走出国门 跟国际上的人士呢 打交道 所以我觉得这对中国非常有积极效应的 Morris你讲一点吧 我想简单的讲一点 我知道呢 中国政府对于国家的形象非常敏感 非常关注 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知道最近 中国政府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我知道有些产品的回收问题啊 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些反应 然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措施 来解决这个产品质量不好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呢 北京政府中国政府呢 都非常希望打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 那问题就是如果就像 就像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的时候 若出现那种情况 北京政府应该怎么样应对 所以就是要应对这种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 好了 我们可以说奥运会呢 不仅仅是很好玩的国际赛事 对于世界来说呢 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而且我们还应该考虑到 有一些突发事件 一些事故 我们应该怎么样办 怎么解决 我们应该一起努力 解决这些不可预见的事件 所以一方面 是的 我们不可能 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控制好 这也是好处所在 因为我们知道 会有不可预见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同意你的观点 David你说吧 我觉得目前呢 北京在 北京在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呢 已经想到了这些所谓的风险问题 在一些主要的赛事上 大型赛事上呢 这些大问题呢 北京政府都想到了 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您是住在北京了 我们也访问过北京 我们定期会来北京参观 比其他的人来得更频繁一些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北京的污染 污染非常严重 我们都亲自目睹过 那 David 还有我们这些人 你觉得 你能不能预测一下 在未来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 北京空气质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对于奥运会本身而言 堵车问题 交通问题呢 可能是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非常坦率地说呢 北京政府呢 政府在中国还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他们能够很轻松地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就说 不让上路 那人们就不会开车了 不管是好还是坏 他们都会听政府的话 所以你就说 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 采取措施 那空气污染问题呢 有点复杂 因为它需要时间来解决 我觉得至少在奥运会之前 一个月 这个空气呢 才会慢慢好起来 而且我们还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技术 我们现在正在实验一些新的技术 来控制这个空气啊 风的 风力啊 现在他们正在实验这些新的技术 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效果 对治理空气质量方面 我自己呢 我不担心这个问题 我自己关注呢 就是奥运会结束之后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奥运会结束之后 是不是会有一些好的做法 能够继续保留下去 那些些中国国内的企业呢 能不能够继续 这些好的做法 继续很好的控制空气质量问题 那您在参访 访问北京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问题不是特别大 通常一个国家 在主办奥运会的时候呢 就能够推动这个国家 采取一些最好的国际做法 采取一些最好的国际的法律法规 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就会发现 这些国际的最好做法呢 在奥运会结束之后 也能够保留下去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下面就请底下的观众提问提吧 如果您有问题就请举手 请说出您的名字 和所地数的组织单位 我是一家中国企业 国际发展部的人员 在您看来 你觉得奥运会的开幕式 应该长成什么样子 应该怎么样办这个开幕式 才能够展现出中国的 中国特色 同时又具有国际吸引力 谢谢 我在这个问题上 我说不了太多的东西 因为 我们有一个部门呢 现在正在研究的 就是 正在研究 开幕式 所以 我们整个团队呢 正在研究 开幕式的方案 那给我们一些小的信息吧 让我们先赌为快好不好 那我们这里能 我这里能说的就是 开幕式呢 是我非常重视的一件事 我们希望让世界惊讶 让世界震撼 当然是这样了 当然奥运会的开幕式 我得说 已经就是人们的关心的重点 即便是人们不知道 开幕式具体做什么事 具体有哪些节目 但是我知道大家 现在正在做一些宣传 比方说 还了解一下 中国的相关的政策 我在中非论坛的时候 就这样 总 您能不能说两句 好了 那算了 那我看看 有没有其他问题 您需要 您想发言吗 请提问 我来自 是澳大利亚一家贸易公司 我们一直在 听到的就是 中国的未来的 在过去前一直在听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势 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 您觉得 在根据现在的数据来看 北京的奥运会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产生怎样的影响 也就是在奥运会之后 结束之后 中国的经济是会继续持续 健康快速的发展之后 发展下去吗 那就是奥运会结束之后 奥运会的这个经济效益 是不会能够保留下去 长期存在下去 您来说两句吧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呢 是在奥运会开始之前 就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 我觉得中国经济会 持续发展下去 继续发展下去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中国是拥有 非常强大的制造业 我认为呢 奥运会的一大好处 就是能够加速 中国服务业的发展 而且中国有这么一个 强大的制造业的各行 各个单位 各个企业 那么同时呢 服务业又发展起来 那就非常好 我自己呢 是一个技术公司的CEO 我坚信在未来五年当中呢 我们就会看到 中国技术行业不断发展 不仅仅是 就包括软件公司 IT服务公司等等 毫无疑问 IT行业的发展 在中国呢 IT行业的发展 要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而且这个发展呢 是快速可持续的 因为中国的IT行业呢 是基于一个比较大的 稳定快速的宏观进行环境 这跟印度有点相似 但是这跟印度并不一样 因为印度的这个IT行业 发展是依赖美国和欧洲 那潘总呢 您认为奥运会是不是一个 像一个激励一样 它会刺激中国企业 建立起新的竞争能力 对中国企业来说呢 是面临着一次机遇 同时呢 中国企业肩上的责任 也感觉到更大了 那么我们能看到呢 就说在这个亚洲的其他国家 像日本和韩国 由于这个奥运会呢 让这些国家的很多企业呢 迅速腾飞 像我们韩国的三星 包括日本呢 像在这个奥运会之前呀 日本的这个消费者呢 对这个奶酪呀等等 这些卤制品的消费量 是非常的少 那么一个奥运会 就能让它的奶酪 在日本有一个快速的成长 甚至几十倍的一个成长 那么在韩国 同样是有这个这个现象 那么对中国来说呢 我们认为这是面临着 非常好的一次机遇 一个呢 促进中国企业 不断地去创新去发展 同时呢 就说也能够建立起 一些大的一些品牌 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了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中国目前的人均 乳制品的消费量 在城市里面 大中城市 只有不到20公斤 那么农村一些乡镇 才是三公斤左右 那么在国外 就是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 像日本 它搞了一个白色革命 那么一杯牛奶 强壮一个民族 让日本人的这个牛奶的消费量呢 由20公斤 涨到了七八十公斤 那么韩国 包括其他的印度这些国家呢 都有一个快速的成长 就是凡是举办过奥运会的 这些城市 举办完奥运会之后 人们这种观念在发生变化 那么经济在发展 市场需求在扩大 那么我相信中国 也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自己有个问题 但是您下边这个观众有问题 那就让您先问吧 我的问题就是 我想在座的所有人都会同意 的确奥运会呢 是一个分水岭式的这种活动 它能够展示中国的基础设施 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文化 而且当然还能展示中国的这个奶酪 奶制品行业的发展情况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看到呢 网上呢 人们是在积极的沟通 热烈的沟通 沟通一下中国的最新的发展动态 那你自己你这个品牌 你这个赞助商怎么样赞助 奥运会的赛事 那大家都记得 耐克尔发生的情况 发生的事情 但是并不是同样的问题 北京并没有发生同样的问题 但是呢 是人们真正在关注的一个事 所以我觉得 我想还想回答一下 我刚才想补充一下 刚才那位先生提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这个国际赛事 是我们西方人没有办法理解的 而且西方人并不理解 这个国际赛事对于中国来说 意味着什么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赛事 即便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如果我们主办奥运会的话 那的确也是一个 非常大规模的一个赛事 这不仅仅是能够展示这个国家 还能够展示出 这个国家做出了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他们增长非常好 增长非常快 而且还代表着一个国家的骄傲 那这个国家已经发展了 50多年逐步的开放 所以我觉得奥运会的确是 绝对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赛事 说到增长这块呢 我觉得 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 事先准备好的 是奥运会结束之后呢 会立刻发生的 有一些大型的赛事 股市的以及资产市场当中 以及房地产市场当中 特别是股价当中表现出的 一种非理性的乐观主义 那么现在这个估值太高了 价格太高了 没有基本面来支持 所以呢 在奥运会之后 有可能在乐观主义情绪 消失之后呢 那么股价会下跌 从而带来一些财富的消失 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减速 而且我们也是看到 美国有可能引领 全球经济的减速 这样的有可能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特别在2008年以后 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当然这也不是件坏事 因为我认为 中国的经济增长 有点太快了 而牺牲了一些效率 所以呢 在奥运会之后呢 稍稍的减速 不是件坏事 Morris刚才你谈到了一点 几分钟前谈到的 就是会谈到了 这个奥运会的规模 民族的自豪感 以及这个活动的 前所未有的这种规模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对于不可预见的事件 有可能带来的风险 感到非常关注 那么中国政府也像 其他的政府的 组委会一向 会说奥运会呢 不是仅仅中国的 中国人的事情 绝不是搞政治 但事实上呢 奥运会很久以来 就和政治联系在一起 而且呢 政治呢 也会往往很久以前呢 就会被卷入到 奥运会当中 当然在过去几次呢 不是非常明显 但是我们在历史上呢 比如说1968年的奥运会 那么美国抵制了 莫斯科的奥运会 苏联抵制了 洛杉矶的奥运会 那么这些都是政治 和奥运会 参与的奥运会 卷入的奥运会当中 也有人把奥运会呢 用奥运会来实现 政治目标 我不知道中国当局 是不是对此 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我对于中国的政治呢 我不是专家 那么首先我们是无法 把奥运会和政治 完全割裂开来的 如果大家认为 政治和奥运会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看法呢 是不一样的 不管是幸运的 还是不幸运的 都是不对的 那么奥运会呢 是我们 总而言之呢 还是一种 带有政治性的竞赛 那么各国的人民 各国的运动员 各国的政府 他们都听过 把奥运会当作 一个竞争的舞台 无论是在中国 在伦敦还在其他地方 都是一样 但是我和David的意见呢 是有所不同 那么David谈到了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 国际抗议的话呢 我不同意就是说 有了奥运会 使得中国政府 更加容易应对 因为呢 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些意见 哪怕是很小的 一个抗议意见呢 都会在奥运会期间呢 被放大到一个 全球的规模 所以呢 我不确定 是不是因为人民团结 在政府的周围了 这种抗议就非常能够 轻而易举的去化解 而且呢 当然 在中国之外呢 这些批评意见 已经存在了 还是像境外的问题 还比较容易处理的 但如果是在中国 境内的话 我就不知 这我就不能够去确定了 如果有人在得到了金牌之后 有人说了一些很敏感的话 或者是在奥运会开幕式上 有人会打出一些标语啊 口号啊 那么这些 甚至在中 不一定中央电视台会转播 但是呢 全世界都会看到 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认为呢 这些事件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么 当然最好的结果呢 就是说任其自然 不要去管它 您能不能先自保加盟 我来自于中国日报 访谈专家呢 对于北京的能力 去成功承报运会 这也是非常乐观的 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是呢 北京能够举办这次 前所未有的规模的 重大的赛事 当然了 有几个棘手的问题 正在解决 有的已经解决了 那么如果 中国人 以及你们 关于奥运会 要感到担忧的话 哪件事是最值得你担忧的 而且对于中国的形象 你们认为中国 应当通过举办奥运会 向外界传递一种 什么样的形象 那这个问题很难 如果最让你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想 那肯定是一个没有预见到的事情 我们还没有能够预料到的事情 刚才Morris已经谈到了 但是在每一次奥运会当中 比如说以往届的奥运会为例的话 那么大家可能 有一些人可能还能够记得 就是在都林 冬奥会的时候呢 在都林冬奥会的闭幕式上 有人 跳到了台上 冲破了一切的保安的措施 并且非常接近了亚克罗格的位置了 那是奥运会主席的位置 当时他正在发言 那么当然了 主委会正在 竭尽全力来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 我也同意Morris刚才的一个观点 那就是 中国必须要去 接受一些不可预见的事件的发生 我认为中国也会 任其自然的 我们也是主要的 国际奥委会的主要赞助商之一 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赞助商呢 我们也是收到了 很多反奥运的人士的信件 那么碰到这种信呢 他们提出了 这样只有两种选择 抵制或者是参加 但是参加是更好的选择 所以说 事态呢 实际上还是更加积极的 在北京举办奥运会 将毫无疑问的 帮助 包括中国人去进一步的转变 他们的心态 所以呢 我们对此要持积极态度 潘刚 以及David 你们两位 有没有什么担忧 就是北京对奥运会期间 有没有一些事件 还没有做好准备的 哪些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对这个中国政府呢 确实这个能力是充满信心 因为从以往的 就是说我们一些大型的活动 可能已经给了大家这种信心 你像这个 今天是达沃斯夏季论坛 我是去年参加这个 瑞士达沃斯的论坛 那么我就有一个感受 当我到了这个 瑞士达沃斯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小镇呀 比较小 但是呢 是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很多都是 核枪实弹的士兵 那么确实给人一种 很压抑的一种感觉 当然是 可能这个会议呢 确实有很多 这个各国的政要来参与 但是今天呢 我们在中国举办 这个夏季达沃斯的时候 我们在大连 我们就能有这种感受 确实大家很轻松 而且这个环境也特别好 服务也特别好 就说这也充分表明 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 办好奥运会的 好 谢谢 非常好 我同意潘刚的观点 我认为呢 中国政府的比较优势 我们用经济学家的话 比较优势 就是举办像奥运会 这样的大型事件 大型活动 就像达沃斯 这个心理经济年会一样 我们的政府的 比较优势就在于 能够在相对短期之内的 去动员资源 调用足够的资源 但是呢 我们中国政府 是无法去控制 北京以外 中国以外的事件的发展的 我这样说的时候呢 我的意思指的是 很多在世界 其他地区 比如说伊朗的事态的发展 所以我对于北京之外的 事态的发展 是表示 是有一定的关注的 这些事件的进一步的发展 有可能会阻碍奥运会的 顺利的进展 而且呢 我们也要注意 在香港非常活跃的一个 马术团体 还有谁提问 后排 中华共商时报的记者 今天我想对你提出的问题呢 是目前 伊利乳业已经是 全国乳业的龙头老大了 但是呢 你们是唯一没有外资入股的企业 这就是你们呢 比其他企业的 多交了很多税 当然这只是据说了 而我想在今天呢 具体的了解一下 这方面的情况 而面对这种情况 你又有多大的压力 谢谢 我们能不能谈奥运会 而不要去谈这个企业 不同企业之间的税收问题 我认为这件事 是和奥运会相关的 因为伊利集团 是奥运会的赞助商 所以我认为是相关的 谢谢 我 我还是不同意 因为中国的市场呢 确实非常好 尤其是 像这个问题啊 实际上跟这个奥运会 确实也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有奥运 更增强了 就是国际大的乳品企业 对中国市场的 这个 这个期待 包括这种市场发展的 这种看好 那么全球的大的乳品企业呢 前30名几乎都已经进入中国 那么进入中国之后呢 因为在这个市场竞争中呢 就是我们本土的企业 通过自主创新 自主发展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那么在这个竞争中 取得了优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国外这很多企业呢 开始采取这种 兼并整合的这种方式 那么到目前呢 大的乳品企业中 也只有一例一家 目前还是中国的企业 那么其他的呢 已经都变成外资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一例 已经是参与一个 全球的竞争 那么这也是我们 为什么能够 就是在竞争中 得到澳洲委的认可 认为一例呢 是最符合 澳洲委的要求和标准 能够为我们2008年 奥运会提供优质的乳制品 那么这也说明了 在中国 就是从一例这一个例子 说明了一例 就是中国呀 现在是有能力 能够办好奥运会的 所以我们呢 在这个竞争过程中呢 刚才这位女士也讲到 实际我们承受的压力 是非常大的 和其他的一些外资企业相比呢 每年要多交 七八个亿的税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中国有一个 非常好的这种环境 那么国家也在出台一些政策 在创造一个 公平竞争的环境 那么在未来呢 尤其奥运会 给一例来说呢 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 好 谢谢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 是问我们各位访谈嘉宾的 那么今天在世界上呢 就消费者的兴趣和利益 电视收视率 电视观众收视率 以及就广告业的参与 赞助行业的参与来说 哪个事件是更大的呢 是世界杯 足球世界杯还是奥运会 Morris 那么足球世界杯呢 的广告是比奥运会的广告 更多的 因为奥委会呢 是有着非常严格的 限制广告的规定的 但是 从眼球的吸引率 从电视观众收视率来说呢 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 是几乎是一样的 当然情绪呢 是心态是有些不一样的 因为 足球世界杯呢 是一个团队的运动 但它只有一个运动 就是足球 而且这个运动 也是很有激情的 而且呢 有时候裁判也会误判 但是呢 以奥运会为例 那么我们所采纳的 道德标准也是 更高 参与也更广泛 而在奥运会当中呢 我们的道德标准是更严格 更高 目标呢 也是更加的 也更高 更加的具有朴实性 那么瞄准的更高的这种成就 强调呢 团结 那么从人们的情绪 高涨的角度来说呢 从这种 人们的情绪 情感来说奥运会呢 是更重要的 那么当然它的广告 没有那么多 我想感谢今天早上 各位的访谈 嘉宾 感谢你们呢 的参与 也感谢你们的 对大家的问题的回答 那么现在呢 鼓掌 对诸位表示感谢